华山基金会苏澳爱新天使站庆祝13周年举办感恩茶会 药华电子宜兰厂的员工也前来担任义工 与华山服务的长辈一起互动 一起见证服务历程让爱继续传承 同时药华电子公司也认捐了9万元的中秋关怀礼 用实际行动关心弱势长辈 药华电子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 我们身为在地企业 然后也响应华山基金会的爱老人爱关怀的活动 我们赞助的10万块物资 以及号召我们场内的爱新志工 一起陪伴这些长辈们一起共度 这个中秋佳节 然后也一起就是我们长期在地耕耘 也希望就是说在地的老人家 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温馨与开心 义工也带领长辈来进行互动游戏 训练长辈的专注力以及事动整合 并且邀请了植栽老师 教导长辈种植多肉植物 透过植栽来疗育长辈的心灵 那在中秋节前药华电子 就是有认助我们就是中 华山基金会的中秋关怀礼要送给独居老人 对那也谢谢他们就是 今年支持我们就是关怀礼这个部分 那未来就是也希望就是 在地的企业还有药华电子 也可以一同就是企业的部分 可以一同支持我们华山基金会的认助活动 华山基金会苏澳站服务苏澳镇的师志 师能 师医等三师长辈 服务的老人累计达到251位 超过33000人次 目前苏澳站服务84位的弱势长辈 只有6位被认助 还有78位的长辈有待认助 希望汇聚各界爱心 帮助一个站守护100位的孤老 支持长年认助计划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